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熱血航線啦 那之前在女帝出來的時候 就滿多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跟哲平講說 哲平 哲平 先不要抽 因為紅髮可能會來囉 那目前來說的話 新春褐歲紅髮登場 我只有看到這個字啦 但是紅髮應該會登場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應該有可能是 RED的紅髮 因為RED的烏塔已經出了嘛 那目前看的所有活動的話 還沒有看到紅髮這邊的身影喔 所以就可能還要再期待一下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 已經有滿多一些年節的活動可以來打了 那裡面也會送滿多的一些黃金的果實 所以大家如果果實還不夠的話 待會又想要抽我們紅髮的話呢 都可以來好不好 趕快打一下我們活動 那目前來說看起來就是 還沒有看到紅髮的身影 那現在已經有一年的慶祟 還有楓年將至的關卡 今天我們就先來打一下楓年將至的關卡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紅髮的話則平時一定會抽的啦 因為自己還是蠻喜歡紅髮的 那最喜歡當然就是我們的 Sirohigeto好不好 真的是有夠帥氣的 有夠愛老爹的喔 而且其實這個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大家如果從最早的這個 熱血行業開始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他整個模組都是有在翻新的喔 連這個白鬍子一開始的樣子都長得不一樣了 有夠帥好不好 直接把這個空氣都震飛了 那這邊的話記得好像是可以領到 一點點的這個果實的吧 對20個好不好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果實 因為原本的話我都以為就是只要累積票券就好了 結果那個果實的話 竟然還可以就是去 去那個什麼 就是去抽我們就是那個鑰匙的這個角色 欸他好像都把我們固定好了是不是 為什麼我這邊就是玩白鬍子跟這個雷蒂 雷蒂好帥喔 哈哈 這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三個老頭欸 雷蒂卡普跟那個白鬍子 帥到沒朋友這樣子 我自己在玩那個海賊王卡牌的時候 我自己最就是目前來說 一直都還是堅持有在玩的就是 就是白鬍子 從一開始大家就是覺得白鬍子其實很難玩 玩到最後的話基本上 到現在就是變成那個 賽場上面很強的這個卡片 卡牌這個組合這樣子喔 最近的話這邊也有去打那個就是海賊王的那個 就是卡牌的大賽 然後我居然 還有前30幾名的樣子喔 太好笑了 因為我們那場是被去受邀去參加就是那個來賓賽的吧 就是我們來賓有那個資格 要不然一般來說資格的話 你是必須要去店家賽裡面就是去打的 結果我們就是 直接就是有那個就是邀請賽的名額 結果這邊還去打了差不多 五勝兩敗的這個戰績 連我自己朋友都嚇到了 連我自己都嚇到了好不好 真的是很high 對啊他這邊好像是 對啦他已經給我們這些角色了 這個是這個 夏天的這個納美 所以他一開始真的還是給我們白鬍子耶 然後第二隻是這個雷蒂 第三隻是我們這個 這個納美 夏天的這個納美 沒問題 好那我們就來玩一波這個夏天的納美喔 之前大概就是測試的時候有先玩過了 那其實就好像是蠻多一些就是天氣的變化了好不好 就是大家如果不熟的話 其實隨便亂按應該都還蠻強的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如果要打競技場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去思考一下到底要如何接技了 因為 競技場要思考的東西就很多喔 那平常的話其實我覺得後面的角色好像都這樣 隨便亂按一下 好像旁邊的這個敵人就可以死光光 有沒有看到 你看 我現在也沒有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就是一直瘋狂的在用我的這個天后棒 不斷的天后一波天后一波有沒有看到 捲爛捲爛 然後直接把他們炸爛炸爛有沒有看到 那這隻角色比較麻煩 就是他跟那個就是烏塔一樣 是你必須要那個 必須就是用那個果實去買那個鑰匙有沒有 你要去用鑰匙那些 然後才可以就是 取得這隻角色 那有這樣的條件的角色大概就是 這隻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是那個誰 這隻還有我們那個 就是烏塔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是那個 欸 那個誰啊 艾絲 那艾絲那隻其實還蠻強的 我在那個競技場的時候還蠻常被那隻打爆了 因為他的那個 大火柱啊 很容易就會抵擋到別人的那個視線你知道嗎 超扯 好那這邊的話 納美完全沒問題 而且他剛剛好像是打那個惡龍對不對 他終於幫自己的可可亞西村報仇啦 靠自己的天后棒 太好笑了 好 沒問題 來看一下第四關的話這邊是 香吉士 這隻的話好像是那個 月步的那隻對不對 可以就是飛到天上的那隻 如果是飛到天上 對對對 這隻的話我跟你講 競技場超鬼 我上次有被人家直接在天上截爛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競技場的話 都是會叫一些好友出來的環節嘛對不對 那好友出來的環節的話 基本上都是打一個 比較直線的 但是這隻的話 基本上他可以把你踢到空中 你叫好友出來基本上也沒什麼用 超扯好不好 這隻香吉士真的是有點帥 你看他可以從頭到尾在天空送 然後把別人踢爛有沒有 接到空中一直瘋狂狂接 這隻如果大家是想要專精PVP的話 我覺得這隻真的是蠻推薦給大家的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出台版的話 哲平應該也會就是想辦法練一下這隻吧 因為這隻的這個接技啊 太扯了 我覺得這遊戲基本上如果你要就是玩那個競技場的話 那你整個玩起來那種感覺就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會發現就是他的那個就是整體來說 他的這個打法或什麼樣之類的話 又變得比較不同了 就是一般打競技場的時候 跟打就是那個副本的這個角色的時候是不太一樣的 你看我們這個香吉士 哼 直接踢爛 有沒有 結束 很帥啦 這隻 而且一開始其實我們剛說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他的那個最先送的SS角色就是我們香吉士 其實兩隻香吉士因為都是腿技嘛 腿技的話其實在打競技場的這個競技環節的話 應該都還蠻強的 好 那這邊的話好像就沒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這個豐年將至的話 第一關他是讓你玩這個白鬍子 然後在第二關讓你玩的是這個雷利 第三關讓你玩的是這個天后棒的這個娜美 有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最後一個這個超級 兩年後的這個香吉士 好不好 把你踢上天的一隻角色真的很嗨 然後接下來的話基本上是要到 17角色之後的第五關才會開啟 所以目前來說1月的這個 13號到1月19號的時候都有滿滿的這個活動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紅髮啦 不過應該也算是快了 反正就是大家都先不要抽就對了 目前來說哲平這邊存了差不多 100張的票券好不好 那100張票券的話這邊是保底一定可以抽出來啦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就是 你只要就是抽90抽還是80抽 他就會讓你拿到一隻就是那個 當期的這個限定角色 那如果你只是喜歡玩這個競技場的話 其實這樣的限定角色這個就蠻夠的喔 你就可以用他來去打一些就是 就是競技場的這個環節 然後你就剩下來就是 慢慢的去累積我們的這個碎片就可以了 其實目前來說我覺得最麻煩的大概就是 烏塔 他是沒有辦法就是從這邊累積到碎片 那其他的話比如說像白鬍子啊 還有我們自己很喜歡的角色都可以 你看我們現在白鬍子基本上 應該已經快要滿心了 因為我從一開始就一直有在練他這樣子 覺醒 對他好像又開啟了 你看養成這邊的話 突破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直接滿心的 喔看白鬍子滿心好不好 這從一開始玩到最後一直都在練他 直接滿了你看 完完全全不需要就是在刷他的碎片 你看有沒有 你不用那個課金 你也可以讓這隻角色滿心 那哲平為什麼不課金呢 因為我沒辦法課 不然我早就課了 課爛好不好 呵 當初我也要拿卡普 對不對 我也要拿卡普 我也要拿雷利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的時間嗎 有多辛苦嗎 一直瘋狂去打主線 如果可以課金 我早就已經把他們生爛了好不好 呵 好險這邊的話 我們到最後都還是有成功的就是 把他們那幾隻全部拿掉了這樣子 太好啦 洗肉一貝好不好 那這邊又不知道為什麼要多那個什麼 32的那個新東西 完全沒有沒有看過這樣 所以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是主打PVP的啦 所以其他那個副本環節 或是什麼其他就是 衝戰力的環節的話 我就比較沒有去care 我基本上就是去打PVP的 那PVP的話 你就是只要抽到那隻角色 你就都可以玩了 就還蠻ok的 很爽 你只要抽到那隻角色 你就可以玩爛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刷一些勳章啊 或是打什麼副本的話 你可能就真的要 再去把自己的那個角色 強度再拉高一點點 好 所以每天的工作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啦 就是上線來刷這些石頭啊 然後 再就是把自己的那個碎片拉滿這樣子 你就可以就是 慢慢的享受這款遊戲這樣子 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麻煩啦 除非就是那個 你必須就是每一次的這個根都跟到 他其實給的資源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主線劇情那邊的話 資源也是很多 然後如果你有缺一些就是我們的石頭的話 你也可以去就是 每一張地圖裡面去做一波那個 探索 然後角色的話這邊的好感度拉高之後 也是會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就是 也是會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就是 黃金果實可以拿 啊主要來說是這一次比較麻煩 就是後來才發現這個 我們這邊的這個前往貨的這個地方啊 你是必須就是要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黃金果實 然後去買我們這個鑰匙 然後來抽這些角色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點的 因為以前都沒有這樣子 那他這個時間到1月18號 所以大家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這個小機會 可以來拿一下我們這些 你還沒有拿到的這個角色 其實我應該要花個幾抽有沒有 花個一抽來 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納美 一抽的話200果實 好 買了 拜託 一發入魂 拜託 一個就好了 有有有有有 好水喔 召喚到一片 剛剛好好不好 那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個納美了 因為我之前有抽啦好不好 然後 哇真的好大 我之前有抽 然後最後的話基本上就是 少了一片 然後好險他這邊有重新在那個 但是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要打PV 萬一有可能那個 那個誰啊 這個 艾絲應該也是可以來搞一下 不過艾絲應該就要等之後了 因為這邊 4000鑽石 以防不時之需 好不好 以防就是萬一 我們還是留給就是 紅法 等紅法那邊真的確定就是 我們這邊的這個卡池的話呢 我們就再好好的就是把它弄起來 所以最近的話基本上應該是真的會出紅法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主頁面臨的公告那邊 是有寫說就是 紅法即將登場什麼之類的 因為過年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過幾天再看一下 到底紅法會不會登場了 好不好 那今天就請玩到這邊啦 我是屏幕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